第26题 铝热反应是用铝粉还原金属氧化物 获得金属单值的方法 反应剧烈放热 温度可达3000度C 并发出耀眼的光芒 反应方程式如下 汉斯·戈德斯密斯发明铝热反应 早期用于焊接铁轨 请问此铝热反应属于 我们看到呢 它从铝变成氧化铝 产生了新物质 所以它是一个化学变化 那么同时题目已经告诉我 反应是剧烈放热 所以它是一个放热的化学变化 因此第26题目我们说 请问此铝热反应是属于何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B 放热的化学变化